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我們GSU eKOMS又和大家回到Horsham 這個漂亮區,看過的新樓盤叫做High Wood Village 這個樓盤也是很受香港人歡迎的 也是我自己本身一個很喜歡的樓盤之一 發展商是Barclay 市中心也有一間大的Singsbury's 我們由這個位置開始走 跟大家看看市中心的環境 在Singsbury's對面也有一間TK Max Homesense也是賣家庭用品的店 店舖也蠻好走的 這邊有一間Coffee Shop 在這個位置 繼續向前走 穿過這裏 就會去到市中心最旺的那條街 剛才的例子就是前面那裏走過來 穿過這條河 就來到HIGH STREET之道 HIGH STREET除了有街鋪之外 也有一個商場的 我們轉頭再和大家看看 說到超級市場的樓盤 其實距離今天他們介紹的屋苑 即是隔一條大馬路 有一條行人天橋走過去的 就已經去到一間大的Tesco Extra 那另外在市中心裏面也有 一間大的Waitrose 和一間LITTLE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屋苑呢 走過來的話 都是大約20分鐘左右 到市中心的了 大家都可能會見到一些比較熟悉的店 譬如匯豐啊 說回交通 那由這裏去倫敦的話 火車最快55分鐘 可以去到倫敦的市中心的了 而去機場的話 最近就是格惟 那18分鐘的火車就可以去到 那至於下去Brighton的話 開車也是半個小時多些 那就可以去到 Brighton一個這麼漂亮的 海邊的地方 一個旅遊中心 那講到Brighton 那我們在 Brighton的一個小時的生活圈之內 都有超過10個樓盤介紹給大家 那其實我們全英國都有超過100個樓盤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任何的新樓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隨時聯絡啦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 就會去到一個的食街 這個食肆的位置 那講回這裏的校網的話 那中學是非常之好的 那在鎮公屋院旁邊 已經有一間的outstanding中學啦 那另外那兩間中學呢 都是good的 那所以大家 對於小朋友的中學的位置都不需要擔心啦 那至於小學方面呢 那除了一間outstanding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good的 那所以那個校網是非常之不錯的 無論小學也好 中學也好 那我們繼續向前面走呢 那就到一個market的位置啦 那不過現在呢 比較硬一點點 那已經是關掉了 那大家看到那些的攤檔呢 已經在收攤檔啦 那如果我們早點來的話呢 應該都幾熱鬧一下的 那這個位置 那Horsham有大概五萬的人口啦 那一個都算是比較傳統的攤檔啦 那這個可以說整個的攤檔裡面 的最中心的位置 地標性的位置 那人口的結構方面呢 那有接近92%是白人的人口啦 那其餘最大的 種族群體就是亞裔啦 那而 英國出生的都有接近87% 那其餘最大的 那就是歐盟出生的人口啦 那前面呢 就去回這個商場的其中一個入口啦 那我們進去和大家看看商場裡面是怎樣啦 那這個商場的名叫做Swan Walk 也在這裏 Town裡面最大的商場 那由於比較晚一點點關係啦 所以大部分的店鋪呢 那已經是關了門的啦 那都見到一些大家可能 比較熟悉的名字啦 譬如H&M啊 next就是賣衣服的店鋪啦 那這裏商場來算 那這裏商場來算 就不是叫做很大的 那這裏商場啦 那剛才我們左手邊經過那間 那這裏商場啦 那剛才我們左手邊經過那間 那都是賣那些 那日常用品啦 那那JD Sports就是賣那些 那運動衣服啊 那那除了一些大的店鋪之外呢 那這邊都有些特色的小店的 那譬如好像我們前面這一間 那就是賣一些漫畫 和賣一些模型的店鋪啦 那那對面呢 也都有一些賣畫框的店鋪啦 那所以都幾多不同的東西可以走的在這裏 那這間Sports Direct呢 那就是一間賣便宜的運動服裝的店鋪啦 那那我們現在呢 就回去屋苑那裏 和大家看一下今天要看的單位先啦 之後呢 這個位置只有兩個單位而已 我們今天看的就是 前面這個8號單位 那是794呎 即是接近800呎啦 那進來之後呢 那那個懸關位是有多少的L字形啦 那進來之後呢 那進來之後呢 正正前面的有個Storage 那是已經放了個 暖水缸 還有下面呢 這裏是有個位置 用來擺個 洗衣機的 那這個就是Intocom System啦 可以按鍵上來啦 然後呢 前面的就是 葛珍人房 和Badgium Tool 那前面就是個廳啦 那先看到這邊先啦 那大家見到的傢俬啊 那其實是可以 和他交易說留下的 那有些什麼都一定會留下的呢 那就是窗簾那些啦 這個房已經是有了個 標籤Wordrip啦 那兩隻窗都大 和可以開到啦 那這邊看的位置呢 都是幾開陽客 可以見到前面小朋友在這兒踢球一下 就這樣啦 可以三邊下到床 完全沒問題 還有位置做的 跟著呢 就看一下這個的En suite啦 那是有個高身的浪毛巾架 一個Walk in shower 這裏呢 有個玻璃是可以擋住的水 那有兩個的花灑 另一個就是這個啦 那這個位置都闊落的 那有鏡櫃啦 那鏡櫃裡面呢 都幾多位可以製東西 這裏下面就鋪了磚 看一看鏡櫃裡面 看一看鏡櫃裡面 看完了主人房之後呢 那你就看一下 隔離間房啦 這裏就是個玄關位啦 這裏就是Bedroom 2啦 那都幾寬敞的 尤其是現在是未擺放衣櫃啦 如果衣櫃放在這邊呢 都合適的 因為這個位置是整間最暗的位置 那我們用來做衣櫃都可以的 因為這邊呢 其實有個Gare data 態度 就擋了少少位 其實都可以擺到一個衣櫃在這個位置 做燙門那種 那樓底又大概2米5高 那都算是幾高下的 英國的新樓來計的話 那都是看著同一個景 都見到小朋友在那看煲啊 那前面呢 有一間小的店 那暫時未知是買些什麼 不過斜對面呢 那會有一個的垃圾房 那這個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啦 那看完了那個Bairdroom 2之後呢 那他正正的對面呢 那是另一個的Storage 那已經是有了電錶位的了 還有一個寬頻都在這裡 那對個廳之前呢 那就看一下那個 Farm的Bairdroom 有高新浪毛巾架 那下面就是鋪了磚 一個的Shower Overbath 那這個浴缸是沒有那麼平的那種 那有塊大的鏡子 還有上面很多位置的東西 那抽氣線就在上面了 那上面有三陣燈 那再加上一些燈在玻璃上反射 那變得光了很多 那之後呢就離回走廊位呢 就看一下廚房 連飯廳和客廳 那前面就是客廳位啦 那其實都幾大的窗 那窗呢 那在右兩邊可以開到 那現在就放了一張兩人和一人的梳化 那其實我都可以再放大一點點都沒問題的 這裡放三人啦 甚至乎放了L字形 三人加兩人那種 都OK的 那再看一下一邊 那這個的示範單位呢 那就是 對這裏就近了少少 那個的 垃圾房 不過呢都是封住口的 那都是風色那種啦 所以應該都沒有什麼 臭味的 那如果大家是 不喜歡這個位置的話 沒問題 那其實這個blog 或者這個樓盤 還有其他的appartment單位 和其他house的單位 那大家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一起選擇個最合適的單位 然後呢就看一下廚房那邊 那一大一小的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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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bosch的牌子來的 那 那基本上 那些電器呢 那都是 那就是 這個 那個 micro 那 還有那個 焗爐都是bosch 那 那 雪櫃都是 的 那上面去不到頂 那所以呢 這邊都有位可以製東西咯 那再看一下廚櫃 那都幾大的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還有多個位可以製東西咯 那這邊呢 都去到日的 不過就難拿少少一些 那些 那裏有四個無火煮食的爐頭呢 那上面就是 抽油煙機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玻璃櫃 那還有隔離也是 那這種檯面呢 應該都是grannite的檯面來的 那這邊就放了一張四人的飯桌 那其實 都可以坐到六個人高 都ok的 那如果是 將它是 向那個客廳那邊伸展的話呢 那其實都可以坐到少少少人 那整體來計 其實這個單位的size 那個間隔都不錯的 那只是那個位置 就看下大家喜歡不喜歡 我們看完了示範單位之後呢 看看外面的周邊環境 那這個單位的放售價是350K 那剛才看完了這個的示範單位 連現樓 出回到這裏 那我們現在是一樓來的 那它對面呢 也都有其他單位 那在上呢也都有多一層的 那樓梯呢 那都是幾闊落下咯 那這邊有窗 那所以這個位置都可以通到封 不會是 焗住那些空氣 在那裡 蟻焗啊或者是臭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落回去樓下咯 那樓下咯 那樓下這邊呢也都有其他單位咯 那這個block呢是沒有升降機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是 想要那些不需要坐升降機 或者是不想走樓梯啦 如果大家想要那些不想走樓梯的 單位的話呢 那其實groundfloor 還有單位放出來的 這邊呢就是信箱位了 那門在這裏呢也都有保安 要按鈕才可以出去的 那這邊呢 那在這個apartment出來之後 那這邊呢 那也有個房仔 是用來做個垃圾房的 跟著呢 這邊就是個停車場啦 那停車位呢 是會有個EV point啦 那因為現在呢 剛剛是蓋好關係啦 那所以大家見不到那個 那個充電位的 那不要緊要 我們去看看隔離 這一邊 那這邊進了火的單位 那大家可以見到 那是雙重充電啦 那還有前面呢 是可以充電的 那在這個apartment的對面呢 那這個commercial unit 有可能是一間咖啡 shop 也都有可能是一間店 那暫時還未知道是否蓋什麼 那外面這裏呢 也都是有些優貼空間 那都是非常之舒服 那大家見到 都有不少車泊在這裏 好啦 那今次介紹這個 屋苑 還有這個示範單位 也都到這裏 那希望大家 喜歡這段影片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我們 英國度租樓 賣樓 裝修 甚至乎賣樓呢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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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